把它离开 把它跳开 跳开的话呢 记得就是从 右下角这边的这个 这个图示 按右键 这样把它跳开才可以 然后可能就是在把它 按右键 删除掉 这有时候 大部分 你们遇到的状况 好像我 比较少遇到 不然 这个 所以我说 到底是哪边的问题啊 其实只是一个小动作 我不知道是不是 会不会是有哪个 动作的先后次序 你假设是做错 或者是那个 差一个步骤 它结果就不一样 OK那理论上呢 如果你的顺序是正确的话 然后再执行这个SAMP 执行它 再把它 理论上它自己就弄起来了 然后再去执行 就可以进到这个 我们的MySQL里面 里面我刚刚已经有建立一个 问题2的资料库 问题2的资料库里面呢再去新增一个资料表 那目前里面呢 没有任何资料 所以如果说我今天呢要新增资料到资料库的话 特别注意 我们后面 如果要跟那个资料库之间沟通的话 那可能你就要再学两个 两个东西 两个技术 第一个就是说如果你要跟那个 买Seql沟通的话 特别知道资料库的共通语言 一定叫做Seql OK 那这个Seql的这个语言 其实就是资料库 共通的一种 表达方式 如果你今天要新增一笔记录啦 或者是 其实最常用的是新增 查询 删除 修改 大概会有四个主要功能 新增 查询 删除 修改 OK 那如果说你要跟资料库沟通的话 那你 切到那个Seql 点开这根 有个Seql 那这个Seql里面的话 你会发现 这个预设有一些 他有一些那个 这个把它清掉 如果你要新增的话 这边有Insert 你会发现 点击它 自动很聪明 自动帮你 把那个新增的语法加进来 那如果你要跟资料库沟通的话 他自动会跳出这个Insert into 开头一个动词 那后面的话呢 就接 接什么 哪一个资料表 我们资料表名称叫问题02 后面呢再加个刮符 空白加刮符 哪一些栏位名称 栏位名称前后 你会发现 他都有加单一号 不过另外一种叙述 你可以不加单一号也可以 可加 可不加 不过如果你加 你就要前后都要加 如果不加 那前后都不要加 所以 刮符后面的话 会有六个栏位 然后呢 空一格之后的话 把Values Values之后呢 后面就是你要加的相关的资料 那我要加什么资料呢 编号 因为目前 这里面没有任何资料 假设我要加一笔 比如这一笔记录里面是 001的话 那你一样 这边 或者你可以直接用那个 云端上面这边也有一个写好的 insert into 这边有一个语法 那我这边的话有一个 写好的这一段 直接用这个来demo给各位看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把资料写进去的话 前面都一样 只是把后面改一下 如果说呢 我刚刚的那个栏位名称里面 栏位的形态 是Value的话 记得如果是Value 字元 是文字的话 前后呢 记得要加 单引号 玩具 多少钱 OK 然后 数量多少 总计多少 再来就是 这个 这个地区 好 有没有你会发现 只要是Value前后都单引号 如果是数字的话呢 前后都没有单引号 OK 做完之后如果你要把这一笔记录呢 写入到资料库的 资料库的话 你就按执行 如果说呢 你的这个语法里面没错的话 这些名称都不能做错 错的话自动会 就无法 新增进去 那他就是帮你把刚刚的记录呢 写到 我们的那个资料表里面 你可以看到 这里面的话目前 你点击什么 点击这个资料表 他就会秀出一笔记录出来 有没有 这个时候 刚刚你点击他里面应该是空的 不过目前因为有一笔记录了 所以会多新增一笔 那也就是说 再来我们会需要 知道就是说 在那个资料库里面 他 跟资料库沟通的语言 就是用什么 用那个Seql 里面常用不外乎查询 新增 修改 删除 OK 那可是问题来了 那我现在呢 在 我们的那个PHP 里面可以做 可是问题 我现在的资料 是在Excel里面 那我在Excel里面的资料呢 怎么可以 我刚刚那个Excel 当掉 重看一下 那我怎么跟那个Excel里面的资料 可以跟那个MySeql之间做沟通 这个地方的话就等一下讲 要如何可以跟那个 Excel 之间跟什么 跟那个 就是 MySeql里面 假设我这边的资料 要丢给他的话 丢过去来丢给他 当然第1个你要知道 要用的是Seql语言 OK Seql 不过 在使用Seql的前面 因为你要跟 Excel要跟MySeql做沟通 中间还在串一个外挂 这个外挂呢 主要的目的是 本来Excel他没有办法跟资料库沟通 藉由一个外挂 叫ADO的东西 可以跟什么可以跟资料库 做沟通 藉由ADO 传递Seql语法 给什么 给这个 MySeql 他就可以把资料给写进来 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我想请各位先试一下 就是 现在那个 第1个 问题02的问题 问题02的这个资料表 点击这个Seql 如果你的 环境是OK的话 那你就试一下 这边有音色音图 后面的话呢分别 上面是栏位 这个是资料表名称 栏位名称 后面Values 是放6个栏位里面要放的资料 你把它执行看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订阅 2个栏位 4个栏位 小栏位